大家好,我是博士 怎樣?有什麼新聞? 是,我患了濕疹都有一段時間 但是聽了你的人說不吃內臟 濕疹就真的會快好一些 沒有那麼容易的方法 當然 但問題是看中醫 竟然用了一段長時間 而且用了很多錢 我覺得都蠻浪費 但其實有沒有說一些 例如說練功的方法 我想就是令皮膚快好一些 因為幾年底很難清 你有沒有來我們買的肉排浸水? 沒有 沒有就該死吧 一千元也捨不得了 你真的要收工 我不是錢的問題 而是不知道肉排可以對身體的平衡 我不知道 我可以說肉排只是幫人 是 你浸水用的 自己 我浸水用的 他清理你的血毒 哦 這樣 但你一定要用天然泉水的 你去上網查一下 第一 第二就是 如果你再嚴重 你去買一隻正宗的日本的蟹殼素 蟹殼素 對 蟹殼素 正宗的日本的蟹殼素 哦 蟹殼素 為什麼呢? 日本人以前是一個大有錢人 患了皮膚的絕症 是挺難治的 但是蟹是很奇怪的 蟹我們現在俗稱為海底豬 是 我本身不吃豬肉 我很少吃豬肉 因為豬呢 譬如回教徒 他不吃豬肉 是回教教主 保護教徒的健康問題 因為豬有百多種病菌 所以他不是宗教理由 不吃豬肉 我自己很少吃豬肉 但是蟹很奇怪 它叫海底豬 因為蟹在海底深層生存 但是海底是最骯髒骯髒的 什麼化學藥物也有 什麼污泥也有 但是它生存的 但是你敢不敢覺得蟹殼是最白淨的 那些肉是最白淨的 是嗎? 是 就說它那個蟹本身 天敵 它有一種功能去排毒 很厲害的 在我們古代的醫書 你找回我們中國古代醫書 對 有人用那個蟹殼 看了它是治癒癌的 以前叫做癒蛹 但是是癒癌來的 好了 日本人跟我們看學這麼接近 很多醫學在我們拿回去 看到這個檔案 就有人給了很大筆錢 做研究 就做了在蟹殼裡 提煉了它的精華出來 對那個人不看 你買蟹殼在日本 那個來源我告訴你 說你買過那個肉排浸水喝 浸那些天然泥水 因為香 為什麼呢 現在都要小心 只要你有機會 買回香港加多些農場 有機菜吃 國內的蔬菜是有重金屬的 它泥土也有重金屬的 它泥土也有重金屬的 但是政府不敢公佈 你明白嗎 因為公佈是很大的 現在你拿國內的水果和蔬菜 來發現有重金屬的 因為它的泥土全部在廣東省 下面有重金屬的 工業污染了 因為它的機油倒在地上 現在我們有種藥 剛才有個網友 有一個測孔來問他媽媽 那個嫉妻的媽媽 末期癌症 你找一種 休頓草 休良的休 休良的休 黑林頓的頓 是醫末期癌症的 你盡量嘗試一下 末期癌症的 你盡量嘗試一下 上網查資料 在馬來西亞出的藥草 我們待會有人找我幫他種草 在香港想移植過來 但中國種我們不肯 因為中國的泥土有重金屬 種完之後你一種草都死 你被人吃了都沒有效 我現在給了一幅地出來 跟一個人合作種休頓草 是幫人家的 你們上網查吧 多謝你的電話